关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首先 我们来看看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福斯的趣闻 他考虑翻新他的私人浴室 却发现要遮住丘吉尔曾用过的小便池 竟然需要八千英镑 这让他只能暂时用零食遮盖物来解决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多伦多周边的房产选择 在Axpress有一套2400平方英尺的端单位房屋 售价约144.9万美元 而在Messasaga有一套同样面积的三居室公寓 售价也差不多 这两个地方的房子各有特色 真是让人难以抉择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澳洲舞者Rachel Reagan 在巴黎奥运会上的表演 他的独特舞步成为了网络热议的话题 有人觉得他的表演很有趣 但也有人批评他在嘲弄街舞文化 不管怎样 确实让这次奥运会的街舞比赛变得难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 报道财政大臣Rachel Reese 被告知 这外他私人财政部浴室里由温斯顿丘吉尔使用的尿豆 将花费八零零英镑 由于这座依由一零零年历史的尿豆具有历史意义 需要获得列入建筑许可才能遗嘱 申请审批本身就需要数月时间和数千英镑 Reed 财政部九零零年历史上首位女性大臣 杨本考虑在工党七月四日选举胜利前 对这间黑白瓷砖房间进行现代化改造 但在得知申请许可费用后 他决定不浪费纳费人的钱 只是暂时用玻璃板和临时盖子遮挡住尿豆 财政部的内部文件显示 延长玻璃板或为尿豆提供遮盖物 需要至少18周时间和约8000英镑的申请费用 另一种低成本方案是用盆栽部分遮挡尿豆 Reed 本周首次进行重要国际访问 前往纽约和多伦多旨在吸引对英国的投资 并与金融界女性会面 多伦多新报报道 在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许多人选择在多伦多市外居住 本周的房源对比 带我们前往多伦多东北部的达勒姆区的 Uxbridge镇和多伦多西部的Missisogash Uxbridge的房源是一套位于乡村的 三卧室的三卧室空中平房公寓 售价依448000加元 每月公寓费用1776.46加元 公寓大楼内设施齐全 包括健身房 游泳池 桑拿房 派对室和储物水窑中心 地理位置便利 靠近购物区 学校和安大略湖 多伦多新报报道 澳大利亚的Bgirl Regan Rachel Gunn 在巴黎奥运会霹雳舞比赛中的表现 引发了网络热议 尽管他在比赛中没有得分 但他非传统的舞蹈动作在网上迅速传播 网友们纷纷制作了他跳舞的表情包 其中一个动作是他侧躺伸手触角指 被网友们配上各种搞笑的文字 有人将他的动作比做小孩子说看这个 然后跳奇怪的舞蹈 还有人联想到指环王中 甘道夫在地板上旋转的场景 尽管他的表演引发了广泛的笑量 但也有人批评他的表现 是在嘲弄或误解嘻哈和披露舞文化 披露舞源于纽约市的黑人和棕色人种社区 原本是父权工具 因此有些人担心其在奥运会上的商业化 会失去其根源 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披露舞成为奥运项目 大家都同意干的表演 让披露舞的奥运首秀难以忘缓 比赛将继续进行 加拿大选手Phil King for Wizard也将登场 加拿大选手 加拿大选手凯蒂·文森特 以44.12秒的成绩 击败了哈利森的成绩 13秒尽管哈利森的成绩 比他在东京奥运会上 赢得金牌时的45.93秒要好得多 哈利森的成绩 哈利森在比赛结束后并没有急于庆祝 而是选择了耐心等待结果 当得知自己获得赢牌时 他感到失望 但也对自己能够在面对多重挑战后 仍然站在领奖台上感到自豪 自从二零二运会后 哈利森经历了腰痛腿筋受伤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 几乎让他无法继续比赛 但他在家人教练和心理医生的支持下重新找回了自信 并在预赛中以45.7秒的最快成绩获得了决赛资格 尽管在比赛前他的颈部韧带受伤 但他仍然感到骄傲 并与家人和朋友分享了这一时刻 加拿大国公司报道本周末 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150只狗 在安大略省雷湾的齐佩瓦公园 参加了第四届北岸狗俱乐部年度狗展 俱乐部副主席克里斯布朗表示 这次活动包括五场全品种狗展 吸引了来自日本卑诗省南安大略和草原省份的裁判 活动从周五到周日每天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进行 除了比赛还有各类摊贩 比赛将狗分为七个组别 每个组别的狗种都要分别评审 最后选出每个组别的最佳 并角逐最终的最佳展示奖 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米西曼克 带着他的纽纷蓝拳恩佐和诺瓦参赛 诺瓦已经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冠军 雷湾的梅尔·莱希带着他的三岁金毛猎犬彼得参赛 彼得是加拿大排名第三的金毛猎犬 来自德莱顿的瑞奇里 赫尔布林带着他的琴斯科舍鸭幼猎犬红参加了比赛 活动自四年前首次举办以来 参赛狗的数量不断增加 布朗表示 他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展示奇佩瓦公园的美丽 并为雷湾带来更多的狗类运动和娱乐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魁北克省切尔西市在周五的暴雨后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市长皮埃尔·盖纳德在脸书视频中表示 紧急状态将持续48小时 以便紧急救援人员迅速应对灾害 暴雨是热带风暴带笔的残余 临近的加蒂诺市在周五下午5点前 记录了83毫米的降雨 打破了1959年8月9日的43毫米降雨记录 加蒂诺公园的道路网络也已关闭 在商南的沃泰华暴雨导致多条道路关闭 甚至出现了一个可能的天坑 根据沃泰华市政府的消息 截至周六上午11点 西沃泰华的五条道路应洪水关闭 预计将持续到周六下午5点 这些道路包括斯蒂西大道旧二线路 马丘斯特路 马其路和旧风树巷 多伦多的街道繁忙且充满活力 但这也带来了新的政治格权力转移 五年前我从另一个安大城市返回多伦多 乘坐地铁和油轨电车 惊讶于深夜九点街上行人的数量 多伦多的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数逐年增加 街道上挤满了人数逐年增加 街道上北约克的央街 南移桃壁谷的胡安大道和释迦堡的爱林顿商业街区 尽管行人数量众多 但公共座椅和人行道空间依然不足 多伦多需要向蒙特利尔学习 后者成功地将黄家山大道变成了步行区 多伦多也可以大胆行动 推广类似的步行区项目 缓解交通拥堵 改善城市生活质量 多伦多新报报道 埃德蒙顿麋鹿队在准备迎战 布里地神哥伦比亚师队时 地面进攻表现强劲 尽管麋鹿队战绩不佳 锦衣胜欺负 但他们在上周表现出色 以42分击败了萨斯卡扯温骑士队 加拿大四分位特雷福特首次亮相 带领球队取得了276马的地面进攻 诗队则处于两连败状态 主力四分位维农亚当斯因吸商缺阵 杰克多莱加拉将担任首发四分位 多莱加拉有丰富的首发经验 曾在2023年为骑士队首发球场 迷路队的跑位贾逢立刻在上周表现出色 获得169马和三次达阵 尽管主力跑位凯文布朗因尖商缺阵 立刻和福特对进攻线表示赞赏 认为他们的表现显清了四分位的压力 多伦多星报报道 美国研究显示 汽车信号灯的小改动可以显著提高安全性 但政府和汽车制造商却迟迟没有行动 虽然我们在汽车安全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但一个简单的改动将后转向灯改为火 虎破色可以减少5%到28%的追尾事故 然而加拿大和美国的法规允许使用红色信号灯 甚至允许制动灯和转向灯 共用一个灯套 这在紧急情况下会导致制动灯失效 尽管2009年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研究 证明虎破色信号灯的安全性更高 但这一标准至今未被采纳 汽车制造商为了节省成本或处于设计考虑 仍然选择使用红色信号灯 尽管如此强制性标准可以为汽车制造商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减少事故发生提高整体道路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伦多星报报道了卡丽 菲奥利娜卡尔利·菲尔利在惠普担任CEO期间的领导风采和她的独特魅力 2000年菲奥利娜以一种令人意想深刻的方式进入了一个房间和每一个员工握手 微笑并交谈让人们感觉到她的存在是如此重要 她也叫我卡丽这种亲切的方式拉近了与员工的距离 菲奥利娜拥有三种爵位 包括电币 但她更喜欢引诱苏格拉底的话语 我们不能比追求变得更好生活的更好 她的领导风格融合了这些个性元素 使她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CEO她在加拿大的一次访问中 对员工们直言不讳地表示 我们每天发布超过三个新产品公告 你们能记住他们吗 我们的客户不能 她还要求员工汇报任何对公司有害的死众 并承诺会亲自阅读这些问题 在她的领导下 惠普进行了康宝公司的收购 但也因此与董事会发生了多次冲突 最终在2005年被迫离职 虽然她的任期并不长 但她留下的吃货规则成为了她最持久的遗产 环球邮报报的乳腺癌患者 在选择是否进行双侧乳房切除手术时面临的艰难决策 尽管医生通常只建议携带BRCA1或BRCA2基因突变的高风险女性 进行双侧乳房切除术 但许多患者为了避免癌症复发 选择了这种手术 研究发现双侧乳房切除术 确实可以减少对侧乳腱癌的发生风险 从7%降到不到1%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这种手术并没有显著降低患者的乳腺癌死亡率 研究表明双侧乳房切除术 与单纯肿瘤切除术相比 死亡率几乎相同 这一发现挑战的人们突然认为 预防对侧乳腺癌可以降低死亡风险的观点 并警发了关于乳腺癌本质的更多问题 研究人员希望通过进一步研究 能够在乳腺癌的早期检测和治疗上取得进展 从而更有效的对抗这种疾病 《多伦多星报》还讲述了 加拿大奥运时尚标志 Ruetz帽子的故事 1998年长野奥运会上 加拿大运动员佩戴的红色贫穷男孩帽子 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这款帽子不仅在奥运会上引起轰动 还被许多名人佩戴 包括席林、迪翁、罗比、罗伯逊和格雷茨基夫妇等 Ruetz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尔不得骂回忆说 这顶帽子的设计灵感来自他的儿子马修 帽子在奥运会后继续热销 甚至在二手市场上仍能找到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 Ruetz为美国队设计的贝雷帽 再次成为必备单品 甚至租了一架飞机 运送了二万五千顶帽子到现场 结果在奥运会结束前全部售庆 Ruetz为多个国家设计了奥运队服 包括亚买加雪橇队英国和巴巴多斯等 布德曼表示 运动员希望自己看起来很好 因为感觉好表现就好 亚图US报道 温哥华家队的替补门家阿图尔斯·希洛夫斯 将在2024-25赛季中扮演关键角色 尽管他在NHL常规赛中仅有9场比赛经验 单属教练里克·托切特在斯坦利杯季后赛中 依赖希洛夫斯打了10场比赛 希洛夫斯在季后赛中的数据并不突出 但他在大多数比赛中都保持了球队的竞争力 随着凯西·德史密斯签约达拉斯新队 希洛夫斯正式成为德姆克的替补门将 德姆克上赛季打了51场比赛表现出色 并被提名为联盟最佳门将 但根据NHL网络他仅被评为第六名 希洛夫斯的季后赛经历应能让温哥华家人队感到安心 特别是在德姆克的伤病时下 希洛夫斯可能会在本赛季出场35场比赛 许多记者认为德姆克和希洛夫斯是一招中最好的守门员组合之一 如果家人队想连续第二个赛季赢得太平洋赛区冠军 希洛夫斯将是成功的关键 《独立报》报道 吉尔斯塔默因全国范围内的骚乱取消了下周的假期 原本计划与家人前往欧洲度假的首相 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在唐宁街和契克斯庄园之间工作 上周五工党领导人警告警方保持高度戒备 以应对可能在周末爆发的更多骚乱 6000名防暴警察被部署到潜在的热点地区 以防止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 前首相暴力司约翰逊批评斯塔默对其右翼骚乱和移民问题的处理不大 并认为他的在场对骚乱没有任何帮助 甚至可能使情况稍微恶化 工党议员比尔埃斯特森反驳了约翰逊的批评 指出约翰逊在2011年伦敦骚乱期间担任伦敦市长时也在度假 全国警察局长委员会表示 目前有超过700人因骚乱被逮捕 其中300多人被起诉 暴力事件的起因是三名年轻女孩在南港参加 泰勒斯威夫特主题的假期俱乐部时被刺死 随后谣言称 嫌疑人士穆斯林引发了其右翼暴徒的暴力行为 《环球邮报》报道 埃尔罗伊方丹在回忆起她的企捷蒂娜方丹时 总会想到温尼伯的point of where社区的一个公园 10年前 15岁的蒂娜方丹的悲剧性死亡震惊了全国 并促使了对失踪和被谋杀的原住民妇女和女孩进行全国调查 埃尔罗伊计划通过在发现蒂娜尸体的地方举办烛光守夜活动来纪念她 蒂娜在温尼伯的一家酒店中由儿童和家庭服务部门照顾 蒂娜和青少年倡导者谢里哥特指出 尽管在蒂娜的死亡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系统性问题仍然存在 倡导者们呼吁省政府制定协调的心理健康 沉溺和虐待应对方案 并希望看到对省性剥削战略的第三方审查 尽管面临挑战埃尔罗伊方丹表示 她感到安慰的是姐姐的遗产仍然存在 并且她没有被遗忘 谢谢您的收看 声明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的规范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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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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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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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如同的規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